走到戶外菜園來 條狀的山藥在哪裡 農民賴慣章帶小朋友來找找看 細長的山藥就藏在土裡 得小心翼翼的挖出來 不然很容易斷裂 好大喔 好長喔 真的像 這個很小 棍子 賴慣章在蘇澳種植山藥 已經20多年 大約有146瓶 每年9月進入採收期 雖然不是蘇澳著名又大宗的農產 但賴慣章堅持種植 主要是因為太太生病後 吃藥已不見效果 在朋友的推薦下 嘗試種植山藥讓太太長期使用 發現這樣賺毀了健康 於是開始種起山藥 而且採用健康無毒的農法 以感恩的心 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健康 這是什麼品種 我跟妳講 是原生種的小葉山藥 原生種的小葉山藥 也是野生品種 像這個收益大嗎 會有幹嘛賺很多錢 欸 農夫也沒有什麼賺很多錢 現在我的技術比較好 所以現在比較會賺錢 以前都是差不多啦 比人家做工作還不好啦 人家說沒關係 我就營養二十幾年嘛 我技術給他們 大家互相缺脫 看這個 將這個山藥環山 不能把它帶起來 對我們蘇澳有一種比較特殊的農產品出來 算是高經濟價值的農產 高經濟的 會不會比較不符合這種大眾推廣的 因為可能價格比較高吧 對 價格是比較高 所以農會長期以來都有在幫忙推廣 對 農會現在有結合蘇澳正公主 農業客有一起要來幫忙這個山藥的產業這樣子 山藥不僅是高經濟作物 營養價值高 用來料理口味變化也多 煮甜湯還是雞湯都很清甜入味 鹹的也可以齁 可以 都可以 鹹的你都可以 個人喜歡吃啦 燉排骨也可以 燉雞湯也可以都可以啊 都可以齁 對 煮稀飯也可以 煮雞湯也可以 還可以打汁啊 打汁也可以 打汁也是可以啊 蘇澳正公所與蘇澳農會也在山藥產季 透過交流活動 帶大家認識山藥 未來要把山藥規模化 打造成為蘇澳知名品牌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和採訪報導 這樣很漂亮齁